可以聽得出來,已經有改變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在這些聲音的部分,你更了解自己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一個想法 那個想法就是像剛剛這首歌是《擁有》嘛 那它是一首抒情的慢歌 其實大家一定會覺得說唱這樣子的歌 一定要很了解歌詞在說什麼或是幹嘛 那當然我知道它歌詞在講什麼 可是其實這一首歌我們也是在美國錄的 然後那個時候在唱Vocal的時候 其實旁邊的錄音師或是那些工作人員 他們其實都是不懂國語的嘛 他們是外國人,他們都不懂國語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會很想要試著去就是說 如果先生我唱這個東西,然後他不懂這個語言 那他可不可以直接從當中聽出一些什麼感覺 所以我會想這樣試 所以這也是有很多歌在唱的時候出發點 都是就是黏著那個音樂 然後讓音樂也凸顯出來 音樂的好聽這樣子 那擁有這首歌的編曲是 就有提到了很簡單 他說單純很難,包袱很多 情緒很煩 說話很衝 這也是在講你嗎 其實我想不是的 因為其實像可能大家會聯想到我之前的事情 有一些新聞 可是其實這一首歌的歌詞是在這些事情之前就有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 詩大哥他是有跟我講過說 他那時候曾經有想說要不要不要用這一版 歌詞 因為他覺得好像在為一個歌手解釋什麼東西 對 可是其實他後來覺得說 這個歌詞的在講的東西 或許現在很多年輕人會有一些共鳴 是因為他們可能有時候生活中遇到不如意 他們想要被了解 或他們想要就是不要再被困住了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這個歌詞可能也是會讓一些人會有共鳴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用這個歌詞 歌詞的版本 對,歌詞的版本 那其實他們說為什麼這一年七個月沒發片 然後新的專輯是我用音樂在記錄生活 這句話其實也沒有錯 可是主要的部分是聲音 因為這一年七個月以來可能我認識了一群玩音樂的朋友 等等 而且我覺得他們是很難得可以遇到的那種 讓我覺得他們真的就很有才華的人 然後其實這一段時間很多聽的音樂 跟就譬如說我剛剛提到 我希望有一些音樂是跟Vocal是並重的 要凸顯音樂的好聽 不見得一定要理解歌詞才可以 所以這種觀念就是也反射在這張專輯裡面 所以這張專輯用音樂記錄生活這句話也是沒錯的 但是主要是聲音的部分 對 OK 這裡面有特別提到人跟人溝通 有時候沒有用溝通 對 溝通 你覺得最好的溝通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 對 就是 互相 很多人面對面很多情緒都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要講話 我們來聽歌 哈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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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